六點 二十分 開網 倒數 十幾個鐘頭 揉揉眼睛 強打精神 現在清晨六點鐘 不是正要開工 而是已經上班十幾個鐘頭 六點 二十分 開網 倒數 十幾個鐘頭 他是投城火車站副站長 顏智龍 從黑夜工作到白天 日以即夜走入間斷 三步並做兩步來回穿梭月台間 投城車站屬於小站 人力吃緊 站長 副站長都得像這樣 日夜五班 好 下班了 終於下班了 看看時間七點十五分 從這一刻起 開始算休假 因為你這個立架其實很充的 就是你可能要回去補眠 還有晚上還要再睡覺的時間 那其實你可以利用的時間 其實就很少 一滴一休實施前 台鐵員工排班 始終維持日夜休 日夜休 今年一月一號後 變成日夜休 日夜禮 工時完全不變 根本換湯換藥 我每一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我每天都出現在車站 然後我沒有一個完整的休息 台鐵員工 日班從早上七點半上班 工作十二小時 晚上七點半下班 第二天晚間七點半上班到早上七點半 第三天 開始休假 但夜班工作時數已經跨到第三天休假 換句話說 休假日以二十四小時計算 並非完整的一天立日 體育局其實故意把休息日跟立假日 指定在休班 對 那其實一方面就是 逃避掉了這個休息時間的問題 可是如果用立日來看的話 其實如果零點到七點半就在工作 立法精神可能就是要讓老公多休息 不然的話就是說 你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要變多 對 那我們這兩者之間 目前看到班表如果是照舊的話 實際上他是沒有從一滴一休的部分 去做改進的 休假要落實 休假要落實 回歸勞期房 成立工會拉布條抗議 因為一滴一休假不但沒收到 加班費還因此變少 這邊八小時之後 依照我們以往的算法 他只有給1.8小時的加班費 那中間那一段的 他會把它說是休息時間 或者有些地方叫做訓練時間 其實就是工作 一滴一休時事後 少掉了加班費五到六千元 休假情況沒有改善 至少入局應該要針對 一滴一休的部分 其實要提供員工一個 完整24小時的立價 台鐵員工身分特殊 既是公務員也兼具勞工身分 在一滴一休時事後 不但沒有受惠 反而雪上加霜 反而雪上加霜 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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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